佛光照大地 法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宇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新闻首先 我们到国外来看 为了庆祝的是法宝节 国际佛光会每家地区有四个协会 他们集体创作 把往年相当盛大的 北美洲的联合佛学会考 搬上了云端 让佛光人只要待在家里头 就能够回头来检视一下 自己的学佛成果 景临荧幕小心作答 来到加拿大万景佛光园 跟佛光人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人手一台电脑或手机 参与北美洲有史以来第一场 线上佛学会考 有人回到法宝会命之家 有人干脆宅在家硬考 这场别开上面考试 由国际佛光会每家地区 四个协会集体创作 吸引北美洲27个道场 超过一千位佛光人报名参加 感谢道三机 多人多 圣路易 旧金山 四个协会的干部 共同成就这次的活动 使大家可以读书 读大师的佛教经典 使生活素像化 佛法生活化 有的佛光人 甚至是一家三代总动员 儿孙帮助老菩萨连线上网 参加佛学会考 希望北美洲学佛的热忱 和实践人间佛教的热情 能够永远地持续下去 受到新冠肺炎冲击 被每周一年一度佛学会考改在云端登场 考生从五岁小朋友到七八十岁阿公阿嬷都有 利用疫情宅在家时间接近学佛 解释自己学佛成果 我非常感谢我们都有这个机会来接受考验 我们可以温故知心 我们可以学到新的很多新的东西 非常地谢谢主办单位 举办了这次的佛学会考 那我在佛学上又更了解 透过考试温故知心 也庆祝一年一度法宝节 北美佛光人踊跃应考圣旷 不知展现随佛热忱 也让人看见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本土旷运景 正在一步一步实现当中 另外一是总和报导